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最近我们在PayPal公民新闻平台上 倒是看到了一则不同取材的报道 公民记者徐乔涵到昆彬博的家乡采访 他发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农村导览员 他是今年才七岁的英启隆 所以我们可以跟别人认识相处过就会这么带团 进来 进来这样 这是非题哦 好 这什么 咳嗽 你还快走起来 所以这一个这两个题让你先去看 生小孩的椅子 还是坐椅 生小孩的椅子 这去 我现在在这里 施败给大家看 就把这个药放里面 放里面这样一直 上下火面 上下火 这个小朋友也是未来 虽然不是昆明北海知名度 但是这个是我们新的生命力 太有空啊 就是到处 骑着脚踏车到处逛 那我们跟他挂牌 最主要是因为 他已经懂得不少了 他懂得不少 而且很大方 不会扭扭捏捏 而且还会主动把人家带出来 做一个餐盘 要签棉的话 来 自己拿一支原住笔给我 我都会把你签棉 好 你要签棉 对啊 这则报导是公民报导 农村脸谱系列之一 我们期待未来 在这个系列报导当中 还可以看到各种农村人物的特写报导 带给我们鲜明活泼的农村印象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桃园 家住巴德的公民记者阿范 参加了市民大学所举办的 认识桃园大圈的课程 让他重新认识家乡 也完成了他的第一则公民报导 大家好 我是公民记者阿范 我今天报导的是桃园大郡 请大家多多讲 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多了解一下桃园大郡 这样子 我就是希望说以后 就是我们如果说 我们巴德的蹄塘 然后还有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 因为我们老是说以后 我们下一堂课 还要不仅是要守护我们巴德蹄塘 然后就是整个桃园 我们的希望都去看 都去了解 几张照片一些文字 就可以构成公民报导 因为公民报导的精神就是分享 接下来我们来看公民记者 童梦工厂要跟大家分享的美景 台中线的新社乡 推广休闲农业成果丰硕 台地上的花海一望无际 透过公民记者的镜头 我们看到鲜黄的向日葵 还有各式各样的花朵 在暖暖的东阳下迎风摇曳 这样的媒体 让许多游客惊喜万分流连忘返 真的是好漂亮喔 透过公民报导 让我们看到台湾农村的人情趣味 和美丽风景 期待更多的朋友 加入公民记者的行列 跟我们分享你的报导 Pippo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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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